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川秀丽 浦阳江便发源于此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 让当地人的食材清单呈现出精致细腻的独特风采 每当灶火燃起 香气弥漫 又有哪些家乡的味道根植在浦江人的记忆深处呢 一口大锅煮全牛 调料只有盐和辣椒 浦江牛清汤 汤清肉烂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制作浦江特色美味 腐皮干蒸鸭 为何要盖三层盖子 特别嫩 但是吃起来依然是汁水很饱满的感觉 带皮羊腿整个煮 皮鲜增味有妙招 一道螺丝烧鱼羊 怎样做到鲜上加鲜 浦江烧的都要加点醋 烧的时候放进去 跟随味道调查员的足迹 探寻地道的浦江家乡味 在浦江啊 有一种当地人都离不开的小吃 如果说只能选择一种小吃来代表浦江味道的话 那一定是它了 我要去的这家店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跟我去看看吧 无论走到哪里 街边小店总是展现一方食味的最佳场所 牛清汤 可谓浦江市井美食之一 早上一碗裹挟着热辣滋味的牛清汤 在打开味蕾的同时 也是当地人开启一天生活的方式 晚上一碗热气腾腾 醇香浓郁的牛清汤下肚 他们便有了驱散一天劳累的酣畅快意 他们这家已经十几年了 我是经常在他们家吃的 牛肉很香 很多附近的人都赶到这边来吃 每天早上喝一碗 觉得这个汤的味道很香 看似寡淡的牛清汤 在浦江人眼里却大有讲究 他们衡量牛清汤的标准 竟然是汤清而味道浓厚 既然汤清又怎么会味浓呢 带着好奇 我决定要先品尝一下 19岁就开始学习制作牛清汤的何东明 从他的爷爷辈就开始经营牛清汤餐馆 他告诉我 用牛清汤搭配炖熟的牛肉牛杂 就是浦江人最爱的吃法 牛清汤的鲜果然名不虚传 看似清淡的汤汁 在热辣中却透露着一股浓厚的醇香 再加上细嫩如汁 一抿就化的牛血 牛杂兼具韧性和鲜味 让口感和味道相辅相成 更独特的是牛肉肉质柔嫩 就连牛筋也十分软烂 那么浦江牛清汤 究竟如何做到汤汁清凉 而不失醇厚滋味的呢 何大哥表示 首先他用的肉就大有门道 这个第一步是在做一个什么工作 我们就是一个是进行分割于排酸 一般的会在零摄15到5度左右 专门这个冷库就是为排酸准备的 是吗 对的 虽然只是一个街边小店 做事一丝不苟的何大哥 专门建了一个冷库 只为追求牛肉的最佳口感 他把屠宰后的牛肉 迅速放在零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 储存一段时间后 可以抑制肉中霉的活性 和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使肉的纤维结构发生变化 容易咀嚼和消化 营养的吸收利用率也高 口感更好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碗牛轻汤 居然需要用到这么多的部位的肉 和这个骨头是不是 对对对 咱们做这个牛轻汤 到底具体要用哪些部位 你给我介绍最好 牛腩的部位 这些牛腩是不是 牛腩它是肥瘦鲜煎的 煎子的话它是里面带点筋 很漂亮的 它吃起来就是比较软络 不会刹牙齿 多年以来何大哥做牛轻汤时 坚持用本地的黄牛肉 这种肉肌肉纤维较细 无论大块卤制 还是做成小烧烤 都在当地极富人气 而他做牛轻汤时选用的部位 同样有一套自己的要求 大块的牛腩肉和牛腩子 是何大哥做牛轻汤的主要食材 至于异味较大的牛杂 则要用流水抽洗四个小时后 再用盐和碱面反复揉搓 彻底清理掉牛杂里外的粘液 何大哥说牛轻汤的味道精髓 就在一锅轻汤里 而他炖汤的方式 可不是靠香辛料提味 那又会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就是 最开始我们把水撒开之后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放入牛大骨 所以其实这个牛轻汤的这个底味 主要来自于咱们这大骨 50斤的大骨 对 除了这个大骨还有别的吗 还有牛头 牛骨 牛肉 牛杂 一锅炖 最大程度保留食材自身的鲜香 是牛轻汤好吃的关键 在清水中下入牛骨和牛头 为牛轻汤提供底味 何大哥亮出了最关键的食材 还有那个牛油 牛油 一大块 为什么要放牛油呢 牛油呢 它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个温度 温度 对 它的油煮出来的那个油脂 可以在那个高汤上 它能够把这个温度锁住 何大哥说 他制作牛轻汤用的牛油 全部取材于牛后腿 相比于容易煮化的牛板油 腿部的肥油不但耐煮 唇香的滋味更为突出 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 牛轻汤里的各色食材 也终于登场了 牛肉它不同的部位 它的艺术度是不一样的 平常我们讲的那个牛腩 牛腩的肉 在我们当地 它这个牛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的艺术度要比一般的人 一般的肉要会慢一点 就是意思想吃耐一点 想吃耐一点的 口感会更好一点 对 为了保证食材一锅出 炖肉的顺序极为关键 耐煮的牛腩肉和牛腱子 优先下锅 一个小时后 下入各色牛杂 再经过一小时的等待 酥烂的大块牛肉 和油润的牛杂 终于出锅 食材本身的醇厚香味 直冲鼻腔 何大哥说 锅里的牛轻汤 还要进行最关键的提味 变轻环节 其实我看咱们就只有盐和辣椒 对吧 主要靠这个汤本身 它自身的那个 自身的那个精华 何大哥说 牛轻汤之所以叫牛轻汤 除了汤清 调味就要追求极简 此时的汤锅里 已经吸收了一头牛 全部的鲜味精华 只需一碗食盐提味 一把干辣椒 增添热辣的口感 不过肉汤看起来 还有不少杂质 何大哥到底如何 把它们变成清汤呢 所以现在就把米汤 倒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米汤能够起到那个 就是提鲜 提鲜 也可以使我们这个牛轻汤 变得更清澈 原来米汤正是何大哥 让牛肉汤变清澈的灵魂蜜料 米汤中的淀粉 具有吸附作用 加热过程中 可以吸收肉汤中的杂质 从而让汤汤更加清凉 趁着牛轻汤加热的功夫 烫熟新鲜的牛屑 所有工序终于结束 就等鸡肠顾路的食客们如期而至 好香啊这个味道 非常浓郁 是不是这一勺汤一会儿淋在这个牛杂和牛肉上 就是我早上吃的了 对 然后我们再加入牛血 牛肠牛肉就是一个牛群汤就可以了 根据每位顾客的偏好 煮熟的牛肠牛肉牛肚 喜欢哪一块切哪一块 贴去浮油 再浇上热辣咸鲜的牛血和汤汁 吃上一碗唇齿流香 满身冒汗 这就是浦江人忘不了的酣畅与快意 在浦江有一道传统鸭肉菜肴 不仅选用不下蛋的老母鸭 制作时不加一滴水 还要大锅套小锅 要想了解这道菜的烹饪秘诀 首先要找到这道菜品的制作高手 于祖元 于祖元是土生土长的浦江人 经营农家乐已有十余年 他为人豪爽好客 经常会毫不吝啬地 把制作经验分享给大家 他相信了解到烹饪背后的秘密后 人们更能理解美食的绝妙之处 他说农家菜讲究的就是食材要好 既然是鸭肉菜肴 不知道他选的鸭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哎哟 可算找着了 这就是咱的鸭子是吧 对对对 不过这个鸭子一看应该就是麻鸭是不是 对 造型排骨 浦江水网密布 为鸭子的养殖带来天然便利 用啤酒烧制半年左右的小公鸭 便是滋味浓郁的家常红烧鸭 但是于大哥选鸭标准与众不同 这个鸭子的话 它一般就是养到几斤 它就可以了 最起码产蛋料不产了 它最起码要连续三年左右 肉多一点 对对对 于大哥的镇店美食 腐皮干蒸鸭 需要用三年以上的母鸭 它们个头大 油脂风鱼 但鸭腥味却普遍比较重 于大哥表示 处理腥味它自有妙计 用沾满食盐的小葱 反复擦拭鸭子的表面 不仅去除表面多余的油脂 还不伤外皮 将腌制后的鸭子焯完水 锯入冰水中 一套操作下来 不但能去腥 还能令鸭肉获得紧致的口感 接下来于大哥就要揭晓 他琢磨出来的鸭肉绝佳搭档了 其实这个鹿绒菌我们平时见的不多 为什么咱们单独选这鹿绒菌 其他菌我都试过 试过 其实这个菌放到肚子里面 吸收腰子的精华 里面的油都会进去的 吃起来又嚼劲 味道又鲜 也鲜 咱还试过其他的菌类都不如它 对对对 鹿绒菌又称猴葵 鹿角菜 由于糖分少 蛋白质含量高 吸油能力较强 所以和油脂层较厚的老鸭是绝配 于大哥告诉我 他制作腐皮干蒸鸭 不加一滴水 而水分的来源全部都用黄酒代替 黄酒就是我们这个是干蒸鸭 里面水一点都不放的 就干蒸出来的 所以就是需要这个酒在里头 对对对 然后它闷在里面的话 就是那种 这个香味都会出来的 于大哥说 用黄酒烹制鸭肉 一方面可以去除鸭腥味 另一方面还能加速肉质的软化 这是它制作老鸭肉 滑嫩不柴的首要秘诀 将鹿绒菌塞入鸭子的腹腔 在涂上用蚝油 猪猴酱 烧烤酱等十几种调味料 调制出的秘制酱料 加入黄酒后 撒上少许辣椒 丰富味道层次 于大哥表示 干蒸的过程中还需要三层盖 这又有哪些讲究呢 第一个盖子就是那个腐皮 第一层盖是豆腐皮呀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把豆腐皮放在这儿 这个豆腐皮是我们浦江的特产 这个又起到那个盖子的腰子上面 这个腰子的精火会摄出在这个 吸收进去的香味 在这个又起到那个密封 保护作用 浦江豆腐皮薄如蝉翼 但韧性十足 加入少许肉馅后 入锅炸制便是老又皆宜的浦江炸响铃 将豆腐皮盖在鸭肉表面 吸收油脂的同时还起到密封的作用 再盖上锅盖还不算完 于大哥居然说还要给锅盖做个微薄 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 这是两个盖了 对对对 但是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严实 我们再还要把这个面团放在上面 这给它糊上 这给它等于封住是吧 用普通的面团 边上不能热去 用揉好的面团彻底封住锅盖的边缘 防止温度流失 而在揭晓第三层盖之前 于大哥又拉着我来到了一间特别的小屋 哦 大哥还得封上啊 对对对 这么神秘吗 要防风 不能风不能吹到里面 防风的隔间不但能保持火力均衡 又有注温效果 防止热力流失 有日子没见到这种煤炉了是不是 所以咱这个干蒸鸭是要用 一定要用煤炉来蒸的是不是 对对对 冷气上那个火的火是太旺 咱能打开盖子看看吗 好 这个 这里头还没有 哦 这底下放的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粗盐 所以是在这个锅里垫上粗盐 然后 就是保温 导热 导热的作用 将砂锅放在蜂窝煤炉上的盐锅里 再扣上第三层锅盖保温 粗盐包围在砂锅外 不仅使砂锅均匀受热 并且能让锅内温度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低温微致 鸭肉渐渐成熟 悄然生香 其实 于大哥的这个做法 在浦江地区很常见 色泽金黄 为浓油亮的瓦片机便是同理 用很小的火将食物微熟 不仅节约燃料 多重蜜蜂也让食物的香味更加浓郁 不知道费时费力做出的腐皮肝蒸鸭 究竟有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好嫩啊 我的流口水了 不是 特别嫩 而且咱们一滴水都没加 但是吃起来依然是汁水很饱满的感觉 一点腥味都没有 腐皮干蒸鸭 酱香浓郁 肉质滑嫩 还伴着豆腐皮与鹿绒菌的清香 搭配清淡顺滑的浦江米粉 一口肉一口粉 就是浦江人难以割舍的家乡味道 如果说大鱼大肉或许容易吃腻 对于吃小鲜这件事 浦江人最有心得 在水滋云丰富的浦江 螺丝的产量非常大 智慧的浦江人 喜欢把螺丝与各类食材巧妙搭配 成为很多菜的提鲜神器 小小的螺丝到底如何成为不少人儿时记忆中的难忘滋味呢 好嘞 真棒 小水哥 可以的 找一下那个桃鲜乐趣 你看这螺丝个头还挺肥的 这个是清水螺丝 清水螺丝 跟糖螺 铁螺不一样 你们喜不喜欢吃螺丝啊 喜欢呢 会吃吗 我也会吃螺丝 你会吃螺丝啊 怎么吃啊 你告诉我 可以 就这样子稀 对了 这样子稀是不是 还可以锅里面的水 浦江本地的大厨卢国成 在各类厨艺比赛中扩奖无数 他认为每个人心中对家乡滋味的留恋 都伴随着童年的幸福记忆 一道螺丝烧鱼羊 是助手在他心中的美好 卢大哥说 这道螺丝烧鱼羊 在他儿时记忆中只有重要宴席才能吃到 而想要做好这道菜 不但要巧妙地用醋调味 更需要一整根带皮的羊腿提鲜增味 它这个因为你小块 它这个没有这个羊肉的这个鲜味 提不出来了 因为大块 因为这个羊肉也不会浪费掉 等一下我们可以做白切 对 因为整条放进去的话 可能这些里面的这些这个 让它鲜美的这些物质会更多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用它来调汤 就像你说的 是吧 焦质 焦质什么都在里头 但是剩下的又能做别的菜 是 用整条羊腿炖汤 羊皮可以慢慢释放焦质 还让汤汁更加浓郁 是螺丝烧鱼羊味道的基底 用胡萝卜和白萝卜增味解腻 再加入小葱和料酒 去除羊肉的腥山 开锅后转小火慢炖一小时 让羊腿的鲜香彻底释放 趁着这个功夫 卢大哥就要处理这道菜中的 另一个鲜味来源 自家池塘里的小杂鱼 不过这些鱼虽然鲜味极佳 但个头非常小 清理内藏食如何能保证皮相完好 自然离不开卢大哥的自制神器 这个我觉得应该好使 你是不是直接进去 就像我们以前用过筷子 就进去搅一下 如果技术好的话应该就搅上来 但是经常由一个筷子比较滑 就可能不能一次性就上来 把竹子削成叉子的形状 整体又尖又窄 从鱼塞处塞入鱼身 慢慢旋转一圈 再缓缓抽出 不但把所有内脏带出 清理鱼腹内的杂质 还能完美保留鱼身的品相 是卢大哥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妙招 处理好的鲜鱼 用菜籽油和猪油煎至两面焦黄 既能增添香味 还能防止烧制的过程中 移入碎裂 此时的螺丝已经泡了两个多小时 不知道它又要亮出什么妙招呢 将螺丝尾部最后两节剪掉 不仅便于作出螺肉 还不至于开口过大 让螺肉在烹饪过程中与螺壳分离 但下剪的时候一定注意 必须用锋利的大剪刀剪 一次性剪断 否则容易形成不规则的切口 吃的时候容易扎嘴 土浆人对于烹小鲜时的细致 由此可见一斑 把处理好的螺丝放入荤油中 连同姜蒜和辣椒一起爆炒备用 一旁的羊腿早已等候多时 将它们改刀切块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让鲜味汇聚的时刻终于到了 大哥 我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里头 鱼羊螺丝它的比例 有没有讲究 也稍微讲究一点 大概 鱼是四三三 鱼 鱼是四 另外羊肉和螺丝是三 您现在倒的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前面熬的羊汤 羊汤 羊汤用来当这个底汤 是 是 结合小鱼和羊肉两者的精华味道 是螺丝烧鱼羊的基底 在热力的催化作用下 煎至焦黄的鲜鱼 油脂逐渐释放 将奶白色的汤染成了金黄色 浓郁的鲜香瞬间炸裂 卢大哥还要展示一个 浦江本地人的烹饪技巧 我们这边烧这种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浦江烧都要加点醋 烧的时候放进去 这个区别在哪呢 它就是区别 它因为不像别的地方 这里它就吃了鱼的蟹味本味 它就稍微放一点加油 其他地方是红烧 加烧烧得很浓郁一点 对 它就是一点点就好了 炒菜出锅前 淋一圈锅边醋即香 是不少美食爱好者的常规操作 但卢大哥认为 顺时高温激发后的醋香味过于突出 容易抢走食材本身的风味 所以它会在烧菜的过程中加醋 让味道与整道菜慢慢融为一体 现在可以下羊肉是不是 可以下羊肉 好 来吧 我下去 什么时候加螺丝呢 加螺丝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快出锅时候加 为什么螺丝最后才加 它已经前面已经烧好了 完全烧熟了 再烧的话就太老了 对 但是羊肉的话需要在里头入入味 将羊腿肉置入鱼羊鲜汤中 慢炖15分钟 吸收鲜汤的精华 这一锅会 鱼羊螺丝 谢谢 下入鲜炒好的螺丝 让所有鲜味融为一体 螺丝的鲜香加上微辣的滋味 在锅里迅速扩散 形成一股浓郁的香气 直冲人们的敌腔 但这还不算完 卢大哥还要为这道菜 添加一味点睛之笔 紫苏叶 哇 加了这个 味道肯定更不一样 清口解腻的紫苏叶 是螺丝烧鱼羊的亮点 给浓稠的汤汁 带来清香的口味 让整锅螺丝烧鱼羊的味道 达到微妙的平衡 不知道卢大哥记忆里 难以忘怀的螺丝烧鱼羊 味道究竟如何呢 一听这个声音就热闹了是不是 就到了开支锣的时候 桌上就得有这种声音才热闹 羊肉味 然后那个跟鱼 然后那个螺丝 混在一起那个鲜 小吃的味道真的 螺丝烧鱼羊的滋味 果然名不虚传 既有大口吃肉的快感 又有细细品味的精妙 鲜美的滋味浓郁而纯粹 成为许多浦江人 刻骨铭心的故乡味道 来到浦江 让我见识到了人们 用精雕细琢的手艺 料理出的独特味道 清晨 何大哥又要开始忙碌 只为将一碗鲜亮的牛清汤 准时端上人们的餐桌 于大哥照例每天到养鸭厂进货 精选的食材 是他恪守家乡滋味的阵地 怀着对故乡美食的热爱 卢大哥希望更多人 品尝到自己儿时的滋味 无数美食缔造者们 用精工细作 成就了一道道浦江人 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